其他商务议题还要关注美食外送平台 针对外送员的薪资 日前提出了新制度调整的方案 原本接单一趟可以赚大约70块钱 未来可能调降到只有55到60块钱 当然这消息一出 立刻就引发许多外送人员的不满 纷纷在脸书炮轰 根本就是大砍薪水嘛 而全职外送员也抱怨说 自己的月薪平均会少三成左右 现在有人扬言将在16号 发起全台湾大罢工 对于再度引发一连串的风波 外送平台则是回应 这一回是配合政府行政指导原则 要改善现行的制度 目前正在积极的沟通了解 拎着餐点放进大包包 赶紧骑车穿梭巷弄 随着全台外送员越来越多 业绩商机也跟着水涨船高 不过有平台业者日前公布薪资调整方案 让许多外送员不满怒轰 根本是在变相坎心 就像以1300单来讲 就整整会少了2万块 他少了2万块 因为我还要扣税 还要油费啊消耗什么的 其实那2万块就都是都被扣走了 完全没了 打开联署粉丝专页 不少人对于平台业者 调降外送员薪资抱怨连连 仔细看看对照表 接单一趟原本可赚70元 之后却变成55到60元不等 以台北为例 如果外送员一个月接了1000单 新救治薪资含奖金加几 平均差了23860元 于是有人发起罢工 呼吁大家16号一起响应 当天拒绝任何外送订单 我个人觉得还好 因为会做的人还是会继续做 那不会做的人就会离开 如果觉得薪资不符合就换工作 我是觉得先看看会怎么样 在这决定 实际询问外送员 似乎都不想跟前过不去 而外送平台对此回应 配合政府行政指导原则 持续改善现行制度 目前正积极了解沟通 外送伙伴反馈 现在喊出要罢工 后续效应是否会持续发酵 还有待观察 记者陈思凡徐气中台北报道